开启泰克发电机和所有炮塔 在我们拿龙弹的时候 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OK 一切准备就绪 两天没睡觉了 不睡还好 一睡头都大了 诶 那只梁龙 它在干啥 我招你惹你了 上来就是拆我的困隆陷阱 我正愁没有兽皮炼汽油 你们就送上门了 恐狼们跟我出来 去吧 狼群捕食了两只梁龙 黑莲帮我取下了兽皮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练汽油和金属钉了 开始练制 去我的玛瑙罗宿舍看看 嗯 一推开门 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清新的空气 发电机的汽油还没有烧完 这个内循环非常有效 玛瑙罗产出了许多的水泥 购物用好一阵子了 开始制作武器弹药 取出炼制好的汽油 金属钉 OK 弹药都准备好了 给两个发电机都加满汽油 好了 我的宿舍这块区域也有电了 到二号恐龙宿舍摘一些蔬菜水果备用 电梯也能正常使用了 上楼摘一些黑果子 我们就准备返回五号世界了 活疯狂 我们走了 这个门也打开 这样宠物们会自由一些 好了 我们准备返回五号世界 今天我就会带上所有的弹药 伸入飞龙谷 希望我可以完成任务 拿到飞龙弹 幕后者 我知道你在看着我 你的能量元素不会白给 今天我就会帮你拿到飞龙弹 拿飞龙弹 没有那么容易 不要对他们手下留情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就等着吧 火风晃 我们加速 时间还早 给我的速风平台 自动炮塔装上弹药 这边的两个炮塔 被岩石巨人给拆掉了 算了 就这样 我的武器和弹药 已经足够强大了 对付那些飞龙 绰绰有余 走吧 速风 我们现在出发 飞龙谷的位置 在西南方向 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 哦 终于到了 哇 下面实在是太恐怖了 现在的飞龙数量 看上去比上次又增加了不少 开启 开启泰克发电机和所有炮塔 在我们拿龙弹的时候 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OK 一切准备就细 速风 跟上我 还没下飞龙谷 就被一只毒龟盯上了 还敢过来 胆子倒是不小 他们竟然这么好战 看来 今天我要大开杀戒了 走 我们下去看一下飞龙弹的位置 谁敢靠近我们 谁就离死亡不远了 不好 我们吸引到了一大群的飞龙 有点危险 速风 小心啊 火焰 毒素 闪电 瞬间就让我们喷射过来 不过速风平台上的炮塔 也不是吃素的 这些飞龙抵抗不住几秒 就从天空坠落下来 走 这次轮到我们 主动出击 差不多了 快出去 哦 好烫啊 火焰离我还有一段距离 但我已经感受到了它的高温 好在速风 有一层厚厚的金属平台包裹 虽然可以抵挡住它们的撕咬 但是金属既导电又导热 速风的平台现在一定很烫 好在我们今天的弹药充足 火力也非常猛 可以好好地与它们大战一番 OK 收拾干净 我们继续 嘿 小心 我的眼睛受到了灼烧 视线有些模糊 不过我不会放弃 速风 跟我下来 那是 蓝色的 一定是闪电飞龙弹 我要拿下它 networking